非常感谢张芳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回答 为大家带来了银行在ESG应用方面的深刻解读 接下来让我们采访一下中金公司金融工程首席分析师 执行总经理刘军伟刘总 刘总专注于量化策略与金融产品研究 此前曾在深望红园证券研究所担任金融工程资深高级分析师 光大证券研究所担任金融工程首席分析师 有15年卖方研究经验 对量化投资金融产品衍生品均有深入研究 欢迎刘总参与我们的活动 谢谢主持人 非常感谢伦交所的邀请 有幸代表中金公司研究部 来分享一下我们对ESG投资的一些见解和理解 好的刘总非常欢迎 那么第一个想问您的问题是ESG与企业价值的关系 如何用ESG优化投资策略 好谢谢主持人 关于ESG和企业价值的关系 以及如何用ESG优化投资策略 我们认为ESG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可能有两个维度 一个是短期的股价 那么第二个是长期的市值 那从我们的这个实证结果来看 其实无论是短期股价的波动 还是长期市值的趋势 那么ESG与企业价值均存在一些显著的影响 那么首先我们基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 构建了一个ESG的重视程度指标 那这个重视程度指标呢 其实我们发现它和公司的短期股价变动 是存在一个比较明显的相关性的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根据一些第三方的ESG评级的调整 对上市公司的股价的短期波动 也做了一些检验 我们发现呢 就是这个评级的调整 对于股价呢 也有一些影响 当ESG评级上条幅度较大的时候呢 就是股价会在短期 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正向的一个反应 那么其次呢 就是自立于ESG实践的一些上市公司呢 它确实也具备更高的一个长期的成长性 但是呢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里存在一定的实质 我们会发现 根据我们前构建的这个ESG重视程度 那么重视程度越高的上市公司 在未来的两到三年 它的这个长期的市值的成长性会更高一些 但是在短期 比如说一年或者半年 这个影响会比较小 这是关于第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这个ESG和企业价值的一个关系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关于如何利用ESG评级来优化投资策略 我们觉得呢 有两个方向都是可以去尝试的 一个是负面筛选 一个是ESG整合 首先呢 就ESG的这个负面筛选呢 它的主要功能是规避稳波风险 这一点无论是在海外的这个学术研究 还是在资产管理机构的这个时间当中 已经得到了各方面的一个应证 那我们在A股呢 也做了一个实证的这个检验 那我们会发现在规避回复风险方面 ESG的负面筛选策略 同样是有效的 那么从收益的表现来看的话 互生三百的股票里面 ESG赴了个50支 也就是说ESG得分最低的这50支的长期回报 它是显著低于互生三百指数的 那么其次呢 从这个投资流程和分析方法来看 ESG整合策略呢 是目前所有ESG投资策略中 规范性和可靠性都最为突出的 这一点在美国市场得到了充分的一个发展 那么在进行ESG整合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采用定性和定量方法的一个结合 将ESG的相关数据整合到公司的这个基本面 物质以及这个投资组合的优化当中去 这是我们关于这个第二个问题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理解和回答 那么您可以再说说海内外ESG投资市场 对比及国内ESG投资发展情况吗 好 谢谢主持人 关于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们还是收集了大量的这个海外市场的一个资料和数据呢 我们对全球三个主要的ESG市场做了一个对比的分析 一个是欧洲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日本 那么我们对比了这三个市场的一个发展和分析之后呢 我们认为影响ESG产品策略选择和规模增长的因素主要包括了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呢就是它的发展路径 第二个是所在市场的投资者对于ESG的一个认知 第三个是正常的推动 第四个是资金的引导 最后一个呢是资本市场本身的深度和发展的一个水平 那么这三个市场其实会有不一样的这个特征啊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欧洲 那么欧洲市场呢 它作为ESG投资的一个先驱 经历了多年发展以后呢 其实目前是处在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 各类投资策略的占比也是比较稳定的 那么负面筛选一直是占比最大的这么一个策略 那么监管在欧洲的监管政策呢 他们更加重视的是ESG投资的一个规范性和透明性 那比如说我们在2019年 其实欧盟发布了一个可持续金融披露条例 专门打击这个嫖率的行为 那么它直接导致了欧洲ESG投资规模的一个首次下降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美国 美国呢它作为ESG投资的一个跟随者 目前是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 第一个原因是投资者对于ESG投资的认知和需求在提高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美国市场 就美国的资本市场是一个非常高度发达的 所以说呢它的金融产品的规模增长是快于欧洲的 它的一个优秀产品的正反规效应也比较强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其实 虽然美国政府对于可持续投资的政策调整 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到ESG产品规模的增长 但是呢它对ESG整合策略的拖延而出有着序大的一个作用 2015年美国首次颁布了基于完整ESG考量的一个规定 然后这个公告呢是就ESG考量向社会公众表明这个支持立场 鼓励在投资当中做ESG的整合 那么自那一年开始ESG整合策略的规模呢 从2016年开始的时间翻倍 到目前整个ESG的这个投资策略占到 就是ESG整合占到美国ESG投资的67% 所以说这里不开一个政策的一个推动 那么日本的话其实主要还是靠它的一个政策推动和资金引导来发展它的ESG投资 日本最鲜明的投资呢有两个 第一个呢就是它的两大两老金机构呢都是在很早的时候 就2015年和160就签署了这个UMPRI遵循这个ESG的投资策略 那么它们在进行资金委外和这个产品投资的时候呢都要考虑ESG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日本啊 它的在ESG发展的初期 它们大量采用了这个股东参与公司自理的这么一个投资策略 这是日本的这个ESG发展的一个两个特征 那么我们国家的ESG投资呢相比海外来讲起步还是比较晚的 但是最近两年发展比较迅速 特别是在碳中和这个双碳的一个背景下 ESG投资产品的收益也比较突出 能够持续吸引这个资金的一个流入 那么我们这个国内的ESG产品的一个发展呢 其实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呢就是 泛ESG的基金 也就是说它不具体聚焦在环保 社会治理或者是这个公司治理 而是一个泛ESG的基金呢 规模的增长主要来自于新发基金 存料基金的这个增长是比较少的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社会责任性的基金的规模 它主要还是跟市场表现相关 比如说并没有体现出来一个脱离于市场的一个增长速度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近年环保性基金的规模增长 爆发式的增长 主要等于这个新人员主题的一个爆发 所以它背后呢其实是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 可能跟投资者认知到它是一个环保性的主题 相关性还比较低一些 这是我们我们这边理解的就是海外三个主要市场的ESG的发展 以及我们国家ESG发展的一个情况 好的刘总最后一个问题 ESG投资在我国资管行业的发展路径如何呢 谢谢主持人 这一点呢就是首先呢就是我们认为在碳中和的背景下 再加上这个因为居民资产的一个配置转移 所带来的我资本上的一个快速发展 将会在未来的5到10年里面快速的推动 ESG投资在中国的一个发展 那么这里的话我主要讲三点吧 第一点呢就是碳中和它对ESG投资的影响呢 是全方面的 它可能有三个程度的一个推动 第一个呢就是碳中和它会加速ESG监管政策的一个 提供的一个建设 这里主要是指比如说像生态环保部 它相关的一些政策的一些出台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碳中和它会加速长期资金 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去纳入ESG的考量 比如说我们的社保 我们的养老金 企业年金等等 在未来的两到三年 很可能就是在这一块 政府会要求他们的投资过程中要加入这个ESG的考量 那么第三个就是 碳中和它作为一个国家的战略方针 那大家对它的这个研究和讨论是非常的深入和密集的 那这对于我国的投资者 尤其是普通的老百姓 他们去理解这个环保 新能源 这个全球的气候问题 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和影响 那这一点的话会进一步 帮助投资者去理解ESG 这是ESG投资发展最核心和最根本的一个来源 这是第一点我要讲的 就是碳中和它对ESG的影响和推动是全方面的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国的资本市场目前是处在于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 我们也看到了在过去几年 我们的这个公募的这个资产管理规模是快速的增长 因此呢 从这一点来看 尤其从美国市场的经验来看 一个快速发展的资本市场 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 它对于ESG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在我国市场如果ESG的产品在未来几年能够持续的有不错的表现 那么它的资金的流入是非常的可观的 那么最后呢 我们认为在碳中和的这个背景下 这个ESG投资呢 它也是契合当前这个阶段 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的一个需求 那首先就是我们从最近两年的这个公募基金的一个发展来看 这个管理规模出现爆发式增长的策略 或者说产品 它都具有两个特征 第一个能够贡献持续的超收益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你的这个标签很清晰 比如说你是新能源 你是国防军工 或者是什么主题产品 那么从我们前面的这个分析来看 其实我们认为ESG呢 尤其是受益于碳中和的这个环保类的主题产品 它其实是具备上述两个特征的 那么因此呢 就是从这一点来看 我们认为就是ESG投资在中国资管行业 会迎来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 这是我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理解 谢谢